不过呢这个王世坚直接说了 两个人原本是对赌要吞曲棍球 但是王世坚说 你要赌就赌一点可行性比较高的吧 曲棍球是根本不可能吞得下去嘛 好不如就来对赌高空弹跳 再来我们看到 这个民众党的这个前立委陈晚会 他有说 如果柯文哲真的被收押 被积押的话 那么接下来民众党该怎么办呢 好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陈晚会他的回应是 其实大家目前没有想到这一点 目前内部都忙着在礼账 不会去讨论这些事情 这次的账务处理已经坏到蓝绿都跌破眼镜了 认为民众党怎么会这个样子处理危机呢 好首先针对这个部分 我先来问一下这个丽将军 您怎么样看 尤其是金华城的这个案子 大家都在谈论 其实可能真的会烧到柯文哲的身上 我觉得烧柯文哲的身上 是一定避免不了 首先我想说跟观众解释一下 这个金华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就是原来已经在台北市八折路盖了 那个球形的建筑 因为经营不散就拆掉了 那这块地来讲的话 当然就建商来讲的话 是一个金华地段 他希望重新盖新的大楼 那新的大楼来讲 当然有越多的容积率 对建商来讲 他有更多的利益 比如说很简单一句话 假如说我这栋大楼 我只盖十层楼来讲的话 每一层是一亿来讲 我只有十亿 但是假如说我可以盖到三十层 多了二十层的话 那我就变成三十亿 所以这种经济效益是非常大的 那也因为有如此大的经济效益 有那么大的经济的获益 所以说是各方的压力不断 那这件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 其实从郝龙斌当市长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 那郝龙斌这个人 比较忠厚老实 他比较抗得住压力 他比较按规矩来 所以那时候合给的 如果说按照 这个政府的这种都市计划来讲的话 你只能合给的容积率是 百分之三百 三百九 也就是说你只能盖 百分之三百九 这么多的这种 这个地板楼的面积 但是问题是建商来讲 我只盖三百九 我获益不多 所以那就找很多的关系压力 去施压郝龙斌 那那个时候郝龙斌 平常讲 他确实是抵抗出这些压力 其实你知道 以商人来讲的话 他要找的压力 到那么大的一个这种 利益团体来讲的话 他能够找的关系实在是太多了 不管是从党里面 家属 亲戚 或者是政商关系 朋友 可能很多人找遍所有关系 去给郝龙斌施压力 但是郝龙斌平常讲 他这点我蛮佩服他 他就挺住了 他就不再 绝不退场就三百九射 三百九射 那这个金华城 他们这个建商来讲的话 觉得说我必须要努力 如果说我能够多盖 这个多盖百分之百的话 那我就多很多利益 后来他们用什么方法呢 也就是说他捐地 就是我用百分之三十的地 捐给政府 让政府去开发其他的功能 不管是坐马路 或坐停车长 或坐这个公共的休闲设施 我捐了百分之三十 监察院去调查结果认为说 人家已经捐了百分之三十 那你就必须要给他 这个更高的这个容积率 所以那时候核定的容积率 是多少呢 是五百六 就给他多到五百六 其实如果说今天 柯文哲在他任务 他核定给金华城是五百六 也就没问题 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到最后 柯文哲核给人家是八百九 多到这么多 那就利益很大你看八百九 跟五百六来讲的话 八百四 八百四 跟正好八百四 到五百六的话 将近多了百分之 这个将近三百 百分之两百 两百 这个两百 两百八 百分之两百八 那你想想多两百八的话 这个建筑物多两百八的 这个建坪来讲的话 那当然利益就多很多了 这东西不可会言 但是这中间怎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柯文哲你必须要讲清楚 他现在是说这个他没有 他后来就没有管这件事情 核定以后他没有管这件事情 可是你要知道 他他自己讲了几句话 第一个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记得那句话我听 你当个台北市市长 你要选总统的人 你怎么会讲什么 他说涂利是涂利了 没有违法 涂利一定是违法 问题是你涂利的是给谁 对不对 如果说是我在家里 这个我跟老婆讲 老婆问我说 你私房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说我涂利女儿 那没有关系对不对 涂利自己女儿 拿家里钱 我自己涂利自己女儿 给女儿买一些文具 买一些纸张 问题是你涂利的是商人 你柯文哲自己承认涂利 而且你涂利的是商人 当然我们之前可能 他的柯文哲的意思是说 他没有去跟厂商收钱 他大概是 可是问题说 有时候这种利益 不是所谓的对价关系 不是说是现金钞票 可能后续来讲 比如说柯文哲当初 是不是我涂利你 那将来的话 我如果选总统的话 你给我比较多的政治先进 会不会有这些对价的关系 我们现在来讲 因为没有正义不敢讲 那所以我觉得 他那时候讲涂利这句话 对他来讲是 非常非常的重伤 那第二个来讲是 这件事情其实 检调单位也已经开始调查了 然后他那时候副市长彭震生 那时候去被检调单位约谈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两个钟头就出来 其实你到检调单位去约谈 应该是没有不可能两个钟头出来 因为第一个就是检察官一定会从头开始问你 你家住的你身份证号码 你自己看对不对 都没有错了 他旁边还要写成这个 还有书记官要做成笔记书记 变成一种跟你之间的对话 他会变成一档文日 有些文日出来以后还要你签名 然后你签名之后他才真 所以说通常来讲 如果说检调单位被约谈来讲的话 这个时间通常最少都是三四个小时已经算很快 很少说是两个钟头就出来 那两个钟头出来代表什么呢? 彭森森他已经把资料都准备好了 对不对我今天就是 会不会是类似像污点证人那种身份或干嘛 我进去甚至我把资料主动就给检察官了 那检察官就很简单很单纯 就是看一看 该问的话问一问你签个字 然后大概两个钟头 所以彭森森这是两个钟头 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很玄机的是在于说 为什么两个钟头就能够出来 代表什么代表说是彭森森进去的时候 该讲的话该准备的资料 甚至主动提供给检掉单位 所以我从这个柯文哲自己讲的说 图利是有图利 这个后面接着是什么 他意思说我没有拿钱 没有违法 但接着下来看彭森森森这个动作 我觉得这东西里面的话 那这个要这个 如果说检掉单位真的要 起诉柯文哲来讲的话 这一关他可能很难跑得过去 这是我个人的研判 这个金华城这件事情 除了金华城这个案子 还有另外还有两个这个 他当市长所发生的案子 我觉得说你现在当一个市长 你原来能够选上市长 你本来就是以青年的形象自屈 然后要跟这个 这个政商勾结的这种东西 做一个切割 但是如果说从这件事情 你在政治上面来讲的话 你很难跟小嫂做解释 说我那时候核定给人家 这个840的容积率 是因为什么你很难去解释 就会为什么你对这个建商这么好 他毕竟只是一个建筑的 私人的企业集团 对不对 第二个来讲的话 你这件事情牵涉到的就是一个 你形象受到很大的伤害 第二个就法律层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对你的伤害后续来讲很大 你大概这段时间 你可能就会一直不停的跑法院 对不对 然后一审二审三审 或者是说这个不断的开庭调查 对他来讲的话 你还有没有能力去经营你这个民众党 民众党本来就一人政党吧 那如果说是一个党主席 每天在跑法院 然后一进法院里面 你想想看 所有记者会在外面堵麦 对不对 今天出来就问他一句话 今天出来一句话 整个民众党的那个形象 你怎么还能够维持住 每天党主席就在那边被堵麦 然后就问他说 金华城这个案子 金华城案子搞一半 可能下一个案子又开始出来 大家又开始在那边堵麦问他了 所以我觉得说是对民众党来讲的话 这政治上或法律上面 都是很严重的一个伤害 所以可不可以说真的是要考虑 所以说是不是真的还要坚持 要不要趁早把这个党主席 给他辞掉 找一个接班人 你自己专心的打你这个官司 或许你还可以有机会 保住你的清白 好当然现在这个柯文哲 除了这个内部 陈婉慧也说了 内部每天都在闷着查账 另外还包含柯文哲 自己这个去看房子的事情 每天也是被大家来追着问 当然这些可能 对于这个柯文哲的形象来说 都是一大重伤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